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这款粉底液能够打造一个非常自然的有一点雾面奶油肌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非常期待试一下这一款 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像它上面所说的一样这么好 我那天去买的时候它有Sunday Riley他们家的一个专柜的柜姐在那里讲解 然后他说你可以用这个粉底液加上滴滴这一个UFO Acne Oil 把它们两个混在一起的话能够出现更好的妆效 并且因为它是适合豆豆肌的一个油嘛 所以可以帮你抑制豆豆的生长 所以说还是挺好的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上脸试一下它 我的色号是120 它这瓶身是这样子的 一个小小的tube 我觉得这个还挺方便出门带出去的 它挤出来是这样的 还是有一点点的流动性 你看这个色号应该挺适合我的吧 谢谢大家来看一下我皮肤最近的状况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我这里有很多痘印 然后下巴 然后这里有一块小小的痘痘 然后这一块是痘印 而且额头这一块也是有痘痘 反正整体来说我的脸不算是非常干净的那种 需要挺多的遮瑕 我们就来试看这一款粉底液它到底能不能帮我做到遮瑕的效果 今天用到的粉底刷是Hourglass我最近刚买的 我要试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 它均匀肤色的效果还不错 这粉底刷很好用欸 这粉底也非常好推开 好 让我仔细来看一下 我觉得它均匀肤色效果非常的强 擦上以后不会卡粉 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完全是没有卡粉的状况 我觉得它擦上非常的滋润 但是它遮瑕力大概是就是中等版 你看我这里的痘印还是没有被遮掉 然后稍微淡的痘印会被遮掉 但是这些浓一点的就不会 擦上以后一丁点的黏你 但一点的不会太黏 我觉得还不错 我想再上一层在这些痘印比较多的地方来试试看 我刚才又薄薄的在这些需要遮瑕的地方又上了一层 我觉得它遮瑕能力大概就是中等 像我那种痘印这么严重的人 它这个遮瑕力 我在镜子里看还是遮不住的 我还是需要另外遮瑕 但是总而言之 我很喜欢它的妆效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光泽感 我觉得正如它上面所说的是那种奶油肌的感觉 但是带了一点点雾面感 那我就这样 我左边的脸我会上散粉 而右边的脸我就不会上散粉 我们大家就来看一下 上了散粉以后它会是怎么样的 散粉用的是我最近的新虫 BECCA他们叫Hydro Mist 那个像水雾一样的粉 现在是早上的11点07分 我们今天就带妆一整天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我现在就去补个妆 因为等下要出门 我马上回来 OK大家 我先把自己的眉毛给化好了 那我现在就把眼妆补一下 今天用的是这盘lila palette 它又觉得我前几天试了一下它 我觉得这盘比sonsai palette我更喜欢 我就会非常简单的 因为今天出门没有做很多事情 就只是去超市买一些东西 所以妆今天不会太浓 OK眼妆肠其实差不多是这样吧 我完全没有上任何腮红或者是高光 今天唇部就上这支苍火新True的雾面唇膏 它4号是01 Universal Peel 这是他们家新出的吧 你别看它现在颜色上上去这么的淡 感觉没有气质 但是过段时间以后它颜色会变得更深一点 给大家放近一点 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 非常的丝滑 算是那种裸粉色偏橘一点点 但是干了以后你的唇色会稍微浓一点 不会像我刚才上去的那样子那么的淡那么的浅 我们是早上11点钟上完的底妆 我大概会在3点到4点左右回到家 然后再跟大家做一次update Hello 我现在刚从外面回来 现在是下午的3点34分 我已经带妆3个4个半小时了 光在镜子里看一下 它妆效维持的还不错 那么整体来说它这个粉底液的颜色没有氧化 而且遮瑕能力还一直都在 但是我觉得这边因为上了散粉 会让这个粉底液更加的服贴 不会有那种浮粉的状态 而这边没有上会轻微的有一点在这里 遮瑕能力没有下降 我该遮瑕的地方也没有消失 它是那种satin to matte 我现在脸上觉得它有一点点奶油肌的感觉 而且这个粉底液上面以后我没有一种那种被盖住的感觉 这粉底液非常的轻薄 但是遮瑕力算是中等的 你可以再上一层在一些重点需要遮瑕的地方 它不会百分之百把你遮掉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遮的能力还不错 所以目前为止我对它的妆效非常的满意 它没有太多的浮粉 或者是有时候你的粉底液会move around 我觉得这一点一点都没有出现 而且它颜色一直保持在那里 那好 那我们迟一点再更新 Hello同学们 我现在刚回到家 现在是8点07分 我已经带妆9个小时了 现在就来做一次最后的底妆更新 我拉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肤况 跟大家重复的说一下 我这边的脸是上了蜜粉的 这些痘印我这里有颗小痘痘 就是有一点遮不住了 再来比较一下这边没有上蜜粉的脸 明显大家就可以看到 没有上蜜粉的脸就是比较会浮粉 你看这一块 而且这一块它的遮瑕力就直接下降了很多 9个小时以后 我觉得它底妆的颜色完全没有改变 你看有时候嘴角会比较暗沉的地方 它完全都没有暗沉 颜色还是跟刚上完妆一样 保持的非常的好 OK总而言之这款粉底液非常得我的心 因为很多粉底液它的遮瑕度会不断的下降 而且它的颜色会慢慢的暗沉 但是我觉得这款粉底液它是完全不会暗沉的 而且它等你出油了以后就更有那种 奶油光泽剂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遮瑕度是会下降 但是你真的要有痘印的话 有痘痘的话你是需要另外遮瑕的 但是它的粉底颜色完全不会暗沉 完全不会改变 而且它出来的妆效非常的自然 非常服贴你的脸 不像其他粉底液 你要是没有用primer的话 你的脸会立刻的卡粉 这款上去完全不会 我觉得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测试 它还能维持到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虽然说它是雾面光泽剂 但是我觉得它是偏光泽剂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刚上这个底妆的时候 跟现在没有太多的差别 只是多了一丁点油而已 没有出太多的油 我觉得这款控油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款粉底液 非常适合油皮和混油皮 而且我觉得干皮也应该可以用 我觉得除了它遮瑕力下降以外 其他真的就是没有缺点 脸上也不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说这款粉底液 总而言之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OK那另外两个东西我今天测试的 就是Rglass这个粉底刷 这个粉底刷真的上妆非常非常的快 它的毛非常的密 非常的软 所以说上这个粉底液 我觉得非常的均匀 一点都没有刷痕 而且用了这一款粉底刷以后 你的粉底液不会看起来非常的厚重 因为基本上来说 如果粉底刷的毛比较密的话 它的遮瑕能力会更高 所以你的粉底液 你的妆容会看起来比较厚重 但这一款完全不会 它能够保持住粉底液 该有的遮瑕能力 但是同时它也不会让底液看起来很厚重 而这一款粉底刷我非常的推荐 另外就是Tom Ford的这一支 Universal Appeal Matte Lipstick 我觉得这一款在所有nude color里面 是我最最喜欢的 就像我上面所说 它上嘴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浅 你看等它干了以后 就是那种玫瑰粉 如果你的眼妆稍微浓了一点 你就是可以搭配这个颜色 看起来能够稍微有一个balance 但是这一支日常用的话 我值得非常的推荐 因为我今天眼妆其实一点都不重 也没有做腮红 也没有做修容 这支也还是能够非常的百搭 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靠会试一下它这个颜色 OK 这就是以上 Sunday Riley Foundation的测试 以及我的一些产品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subscribe me 然后关注我on Instagram或者微博 那我们在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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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